我們還是覺得值得 希望到學姐們的來支持 謝謝 但是要問一下小美姐 妳剛剛說妳們是瘋了呢 請問妳們是志願瘋還是被逼瘋的 逼貫志願 被逼貫志願 因為這個謝吉星跟舞蹈都是瘋的 但是我補充一下 其實我還有19的團隊 因為還有導演 因為他們今天有工作 所以他們來 但是他委託他們都分享了 好 來這位很年輕的 有很多靈人跟志願 所以就創作了很多舞臺出來 這一次這個舞臺 就是我第三次跟他們合作 當然每一次都是比較困難 一起跟一起的困難 因為我們要求都很高 所以我們都要很努力地 配合每一個他的要求 所以這一期剛才帶這個舞臺來台北 我覺得很開心 這個舞臺 我要替國中音樂 大家在樓上分享的是 我們是一個智能舞臺 而且當天可以分裂出很多個舞臺 這是一個智能舞臺的魅力 也是要留給不只是台上表演的郭天王 Danser老師 還有這些台前幕後的主創團隊 再一次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但是對於我的風格在那麼多年 我覺得表演的每一個部分 他們都能夠可以從他們的複製上面 然後就看出出一個偉大的演出 一個可以說是偉大的演出 所以缺少其中的一個部分都不可以 對於我來說 所以我一直都很感恩 能夠在舞臺上面表演的過程裡面 有那麼多的一個肉碎的一個 陌陌的團隊 陌陌的這樣子為我打造一個 讓我可以去很自由自在的在舞臺上面去表演 然後觀衆就是最受惠的 受惠的 受惠 很受惠的 每一次坐在舞臺上面 他們可以坐在這邊很舒服服服 Can you play the shot 這個就是有享受 所以我覺得 他們只要歌迷享受 為觀眾享受 我就更享受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一次 當然我覺得 人生的歷練 歷練那麼長的時間 做过那么多次不同的地方的演唱会 然后这次回来 然后很多 因为为什么 要特别提的 因为今年已经是我踏入 真正的歌手的身份 快要迈进30年 1990年 今年是2019年 所以快要30年了 到明年我也不知道 明年的时间会怎么样 但是这次对我来说 是快要迈进踏进30年的 那个年度 对我来说更有意义 所以 可能会重复一起这样说 但是我留待一些话 然后到时候我们在 9月13日14号 在小巨蛋 跟金兰的所有的观众里面 就是在一起分享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很重要的 接下来请大家帮我们留下 一个实信的画面 我们要一起来宣布 这个 要谢谢我们的赞助 主板应该是这样的说 凯丽 请走 凯丽 对凯丽 对凯丽的陈总 请走 请走 对请走 然后他都 内心在立心 对我来说 不是常常见面 但是他的能力 然后他为我这个演唱会 会付出那么多的一些推动 所以我非常感恩 非常再次谢谢 谢谢 然后让我有这个机会 然后再加一个14号的那个场 就9月14号 然后再再多一天 多一天能够为大家表演 好 谢谢 马上有请我们这个四位贵宾 一起来 把你们的这个香槟 倒到前面的这个 这个冰雕里面 这边有一堵数字 09 14 06 30 3 2 1 七圈五 好的 那么也就是呢 在这个9月14号 因为9月13的票已经要杀了 请大家珍珠姐 到小巨蛋 来看看我们天王智能舞台的演出 630呢就是刚才 非常地感谢 目前幕后所有的团队 右边 一起来 好 微笑 谢谢 以及我们的左边的朋友 谢谢 请记得了 30的中午 即将拍拍第二场 赶快抢票 就是对我们所有的主创 最好的会会 这么棒的眼珠 你不能再错过了 没有 没有 共乘五零密码 世界训练唱会 2019 同时呢 不只有9月13 现在还加场 9月14 就在台北站 台北小巨蛋 好 再一次谢谢我们所有的贵宾 谢谢 谢谢 来 有请工作人 麻烦把这些这个 这些休息来 然后我们的 今天王自己读照好不好 在这个数字前面 确实哦 这个 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在这个小巨蛋 你看这个 装这个舞台 然后花很多时间 了解 那么待会我们的这个 电子媒体呢 也会进行联访 可以多跟我们的郭天王聊聊 他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告诉你们 那个灯 白灯好不好 不要红绿灯 不要红绿灯 麻烦 不要红绿灯 谢谢 白灯可以吗 阿哥 白灯可以吗 好 OK 是的 有些 有些 塔斯 因为 能够塔斯在这边帮我去 跟大家 大家这个舞台 我觉得 老朋友 我觉得应该这样来说 非常开心 能够很荣幸 然后看看很多的电子媒体 还有很多基金朋友 大家都看到我一起成长 然后 心里面还是很激动 很激动 因为 很难得 因为那么多年 还有机会能够 站在舞台继续为大家表演 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真的没想过 但是真的 能够 大家一起看到 我一直走过来 有意义的说 台湾就是我的福利 从一个歌手 聊到电影上面 没有那么多的鼓励 其实现在在一个舞台上面 其实在演出 这一个歌手身份 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因为我已经放了很多的基金 在我的电影上面 所以大家看到我在上面 真的是在现场里面 去为大家表演 然后不断去看到我 在 无论在各方面 都不断去要求 自己有进一步的空间 包括唱歌的部分 唱歌的部分 都要自己对着自我要求 所以 在电影上面 大家只能够可以看到 在电影上面 跟我的角色不同的表画 但是真的本人 就只能够站在舞台上面 演唱会上面 真的可以看到 我一直跟大家 从心里说 我是没变过 我还是对台湾所有的观众 还是感到有热情 所以 我希望在这个演唱会上面 能够去表现我更好的状态 然后去 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舞台上面的努力 所以 现在只能够期待 期待 期待在9月13、14日 然后在舞台湾 跟 满了漂亮的观众 去分享 那么多年 在舞台上面 不断的一种努力 然后 好像朋友之间 一个party 我最想就是这样子 让大家可以开开心心 约翰大导 一定会 一定会 我们再次掌声鼓勵 谢谢郭富城 这个 其实 台湾的歌迷 也对他呢 就非常的想念 就像这个 我们的郭富城天王 一直 新春天王 是他的一清二楚 掌声谢谢郭富城